《新年代理词》 《新年代理词》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往下讲 今天我们要开始第三课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要的话题是说 人与动物有什么不同? 今天我们整个的第三课我们要讲的内容 大致是基于一个哲学家叫Gerome Adler 这是他做的一些思考 今天的第三课里面我们大概会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课我们要讲什么是量的不同 什么是质的不同 量的不同与质的不同 这两者我们要做一个清晰的定义 首先是第一点要做的 接下来第二课 第二小节我们要讲到物种起源与人的起源 我们知道进化论 达尔文在十九世纪时他写了这个书以后 物种起源与人的起源 对我们今天的认知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必然要讲到这个 第二个 讲物种起源与人的起源 然后我们开始讲第三节 第三节我们要讲的是 人与动物的不同 是什么样的不同? 是量的不同?还是质的不同?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第一节 第一节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说 什么是量的不同? 什么是质的不同? 什么是量的不同? 什么是质的不同? 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两样东西 如果是量的不同的话 要么是长短、要么是大小、要么是程度上不同 那给你举个例子 假如说你有两条线 一条线是短的、一条线是长的 那你就说它们的不同是什么呢? 你很自然会说这个是量的不同 为什么呢? 那个短的只要把它拉长 就可以和那个长的线变成一样的 再比如说有两个正方形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那你说这两个不同是量的不同 不是质的不同 为什么呢? 那个大的变小一点 那就跟那个小的一样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说 如果我们讨论两样东西 如果是量的不同 我们一定会在这两个东西之间 找到一个中间体 一定能够找到一个中间体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质的不同 什么是质的不同? 质的不同就是说有两样东西 这两样东西 无论如何这两样东西 无论你把它变大、变小、变长、变短、变高、变矮 它都是不一样、都是不同的 那你就知道这两个东西之间是有质的不同 我给你举个例子 假如说一个三角形和一个圆 你说这两个之间它们的不同 是量的不同还是质的不同? 这个时候你大概会说 这个应该是质的不同 为什么呢? 这个三角形我把它变大、变小 它都不可能变成一个圆 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发现是说 当两样东西它们的不同是质的不同的话 是质的不同 在这两者之间 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中间体 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过度的一个 在这个圆和三角之间有一个形状 你找不到 所以两个东西如果是质的不同 你没有办法找到中间体 接下来有的人讲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知道经常我们讲说量变达到质变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听到这样的一些 从小就学到很多的这些概念 如果一个东西量变到一定程度 就会达到质变 你说你说的没错 一个三角形和一个圆是不一样 但是三角形可以四边形 四边形变成五边形 五边形 六边形 六边形 七边形 八边形 一边上去 如果是这个边数足够大的话 那不就变成了圆了吗? 看上去就变成了一个圆了吗? 这个地方很重要 这个话叫做看上去 我们知道一个多边形 无论有多少的边 哪怕有一万个边 十万个边 一百万个边的等边形 它仍然是个等边形 它不是一个圆 它永远都成不了一个圆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看到量变 量变永远不会带来质变 在这里我要讲的质变是真正的质变 有的人说水如果是温度 比如说原来是液体 温度高了以后就变成气体 那么就发生质变了 没有 只是它的存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从液体到了气体 水仍然是水 所以没有发生质变 所以我们在这里首先要定义的一个事情是说 什么是量变? 什么是质变? 所谓的量变就是在两个物体之间 在两个形体之间 你能够找到中间体 质变 质变就是无论这两个物体 其中一个如何变化 也没有办法达到另外一个 虽然它有的时候会看上去好像是 达到了质变 但是那个是假的质变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讲的是说 所有从量变 达到的 看上去达到的质变 都是假的质变 不是真正的质变 今天我想我们在这里首先定义了说 什么是量变? 什么是质变? 量变是彼此之间能够找到中间状态的变化 质变 量变与质变 如果是质变的话 两个物体之间绝对不存在中间体 量变绝对也不可能达到质变 即使说它所带来的变化 让我们看上去好像是一个质的变化 实际上也不是 因为那是一个假的质变 今天我们第一节就讲到这里 我们定义了什么是量变? 什么是质变? 同时我们定义了 所有的量变 任何的量变 不能够达到真正的质变